我真的不知道此刻要说什么了 我脑袋里一片混乱 你得让我想想 你的脑袋能糊涂 我才不信 我 我真的是糊涂了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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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你坐上去 你骑着 我拉着你 岂有此理 哪有你得骑马的 毛驴和骡子还可以 请吧 我骑马 来 来 大姑啊 咱们这是去哪儿啊 来 来 慢点 朱家小姐 你来了 最近得了什么好书了 得了好书也不敢给您看了 掌柜的 这怎么说啊 请问你 请问这位是我 我 她是我的堂哥哥 怪不得我还说呢 您什么时候呢 您什么时候就嫁了人了 您倒说呀 为什么有好书也不给我看看 您好 我是怕了您了 您好 我是怕了您了 您啊 可太厉害了 翻两下 一本书的毛病就都给看出来了 您说 我这买卖叫古宋斋 宋版的书哪有那么多呀 您一来挑三拣四 多一半都让您给挑出毛病来了 可是我也替你捡了好多好书出来 您还卖了大价钱的是吧 那是 那是 掌柜的 您后面修书的地方可闲着呢 是啊 能不能借我用一下我说回子话 这 可以 可以 唐哥哥请 来 到后边 给我看着点 老板 我看 这朱大小姐带来的人不像是她的唐兄 所以嘛 我才让你看着点 别闹出什么事来 回头主尖打上门来 容留男女行私事 这官府的官司咱们就吃不起啊 知道 去吧 先教你修书记 给 这 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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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懂了 来 大姑 四阿哥和慧如小姐去哪儿了 你问这个干嘛 反正你什么也别说 不管是老爷还是别人 是 大姑 来 来 哎 哎 怎么样 真的是唐兄妹 两个人说的都是修书的事 没有一点别的 你再回去看着点 兴许这会儿 掌柜的 谢谢了 您不再看会儿书了 不了 我改天再来 谢谢 哦 慢走 慢走啊 你也该回去了 是 我是该回去了 你还没买酱肉呢 对啊 我现在马上去买 不用去了 我已经买好了 这玉如摘的肉啊 翘极了 每天两锅出来就光 我替四阿哥买好了 大姑 赶紧回去吧 嗯 三阿哥 我请问你 你到上书房到底干什么来了 天师傅 来书房是来读书啊 好 既然是来读书的 那你怎么开讲你不讲 查经你不查 所有的功课就没有一样做好的 天师傅 你急什么呀 您瞧啊 老六不也没做好吗 六阿哥和你不一样 怎么不一样啊 六阿哥还小 可是你 你是长子 这个你还不懂吗 长子 长子怎么了 三阿哥 天师傅 跟你说个事 您说怪不怪 您给论论 你说 以前那个朱师傅在的时候 我看您也没这么独催功课吧 怎么了 四阿哥 我先回去了 慧如 咱们回去吧 要不然 她回去交不了钗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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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漂亮 好 好 好 不就是当不上总师傅吗 霸气忘义仨呀 三哥 你这干什么呀 田师傅是咱们什么人 你还不明白 你这么实气 那可 三哥 我不怪你了 两位看得起我 跟着我 可是再怎么着 我也是上书房的师傅 田师傅 您这书房 可比猪老头子严多了 不但比他严厉 还要比他严苛十倍百倍 我不希望百年之后 给人留下一个 田体刚 误国误民的骂名 你 三哥 有什么大不了的 不就是读书吗 老六 老四哪儿去了 小叔叔 一早三哥就把他放到外面去了 到现在还没回来呢 让他干嘛去了 说是买酱肉 买酱肉 岂有此理 给王爷请安 免了 王爷 您来督则上书房 是 皇上让我来上书房看看 二哥们是否一切都好 回王爷话 上书房一切都还好 就是三二哥读书 还跟从前一样 不胜得力 这也是天资所致 田师父 三二哥 此时是我跟王爷回话 你有话 跟王爷单说 三哥 听师父的话 好了 田师父 书房的事 我也听说了一点 我这就跟皇上回奏去 王爷辛苦了 小叔叔 老三 我这有话要跟你说 你且跟我来 老三 田师父说你 你好像心有不服啊 我就是不服 我怎么就不成了 你们老拿我和老四比 既然说到老四 我都要问问你 你把老四弄到哪儿去了 他 他出去了 这么巧 老四 你回来了 你这是干嘛去了 一大早 三二哥把你派到哪儿 去买酱肉去了 怎么才回来 我可没拿老四怎么着 不就是派出去买东西吗 老三 老四这儿我也不说什么了 他是皇上派到上书房当差的 可不是到上书房来当杂役的 老四 老三怎么就把你派出去买什么酱肉啊 老四 我可不是故意的啊 小叔叔 我这 是我乐意的 我自己讨的差事 老四 你说的这话可是你真心的 小叔叔 您这儿想多了吧 老四在这儿呢 难道我还能捏好了骗您 小叔叔 您没事了吧 要是没事了 我就先回书房读书了 老四 你过来 我跟你说说话 老四 我知道前一阵子他们欺负你来着 没有 谁也没有欺负我 你打三彪子的事我也知道了 我可没打他 是他想打我 没打成 老四 你不会被他们欺负怕了吧 小叔叔 我没怕 我也不会怕 可是他们是怎么对我的 我可不会同样对他们 这就是我和他们的区别 那我且问你 这买酱肉又是怎么回事啊 这个还真的是我愿意去的 我不但愿意去 我还求你 千万别把这事跟皇阿玛说 我乐意一直干着差事 老四 你怎么这么自甘下流啊 小叔叔 下流不下流 在心 不在身份 你说呢 老四 我这可是把话都说全了 我马上就要回走皇上去 你要有事就赶紧地说 再把他的话 我也说不上话了 小叔叔 我知道你是对我好 可是我此刻是真的很好 你就这么回坐皇阿玛就行了 你底层走 走 暖空 好 不用了 和坤 楼 走 允毕啊 你快过来 快过来 臣叩歉皇上 行了 你我兄弟又不在朝堂 来来来 快坐快坐 好 孰热难当 孰热难当啊 允毕啊 没到这个时候 朕就想着 我们还可以在这里吃着兵斩 可是天下的农人啊 能喝口凉水已经是很不容易了 是啊 皇上 天下生民不易 不过皇上宣劳国事更是辛苦啊 阿哥们也辛苦啊 夏天读书最容易犯困了 来啊 让人给尚书房送兵斩过去 各种果子露也拿过一些去 朕 对了 把这件事情记下来 从此勇为定力 一入夏天就这么做 朕 皇上 臣刚从尚书房过来 怎么样 四阿哥 不要提他了 亏得朕还有几个儿子 皇上怕是误会了四阿哥 我误会他 前者打人的事 朕亲自去了尚书房 他不但毫无悔意 反而矜持自傲 这怎么可能啊 朱新仁在他心目中 比朕还重 这么个儿子 朕还要他干吗 这 朱新仁这个老匹夫 他看起来忠厚老成 可是实际上 惯会刁脉人心 皇上 朱师傅的为人 臣没有身教过 所以不能致疑此 可是皇上在四阿哥心里 那是至高无上的 这个臣是知道的 云碧啊 这个也不用朕说 天下父母心 天下父母心哪 你知道什么叫 天下父母心吗 父母心就是他一落草 你就担心 什么杀政 挺活儿 光出痘这一项 就吓破三副胆 等到请过了痘神娘娘 全都踏实了 这才放下半个心 你就操心哪 操心 直到看着他长大了点 可是这个时候 你才明白 你就完全不懂 他心里想的是什么了 皇上 多虑了 殷碧啊 又说到老四了 尚书房怎么样 回皇上 尚书房的事 臣问过了 一切都好 只不过田师傅总是说 三阿哥读书 老是不能尽如仁义 这着实有些让他着急 天体刚这么说的 是 朕还以为他会殷勋回护老三呢 没想到他还真的是一个 仔细认真 公平的人 人的天资如此 你让老三有什么办法呀 不过 老三总算是个人孝的人 单纯的人 我至少对他可以一眼看到底去 殷碧啊 朕也知道 你不大瞧得上老三 可是现在这么个局面 你以后 要替朕多看护这老三点 是 臣 遵旨 还有一件事 尚书房的总师傅位置空悬 朕本来怕天体刚当总师傅 不能公平对待众阿哥 今天听到你说他这么说老三 朕想 尚书房总师傅这个位置就给了他吧 皇上 尚书房总师傅之位虽是荣险 可是事关重大 从来总师傅之人选 须服人望 姿望 学养人品 历来的书房总师傅 临选之系甚至远胜过封江大利之选 你是责备朕不能明察 不知人了 臣绝对不是这个意思 臣只是以为 好了 朕也知道你的意思了 朕也歇够了 要回去办事了 云碧 你也去办事吧 是 老六 你找我 四哥 四哥 我也没事 就是想和你说说话 一早就把你赶出去 我怕他们又派你蹲屎蹲尿的 老六 我得谢谢你啊 四哥 我很惦记你 你知道吗 都亏你坐后边 要不然就是田师傅和我那两个哥哥 我就根本不想上书房去了 老六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 你既然在书房里就要读书 读书在乎心境 那为什么黄阿玛问你回不回书房 你说如果朱师傅不回书房 那你也不打算回书房了 这是两件事 朱师傅的事因我而起 对他没有交代 我没法子回上书房 四哥 反正我也管不了那么多了 明天你就撒个谎 你就说你不舒坦了 甭替他们跑什么酱肉了 老六 这事倒用不着你这一套办法 我乐意去 是我自己乐意 四哥 你干嘛乐意 我明白了 这功力多闷 我也巴不得跟你出去呢 老六 没别的事我先回去了 我还要出去呢 四哥 常过来玩啊 乔乔乔乔乔乔乔书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慧如啊 这一大早的你去哪儿啊 娘 我去买早点 买点油炸果啊 这真就新鲜了 什么时候见你这么勤快过来 告诉你吧 早就买好了 那烧饼呢 我今天想吃烧饼 烧饼我也买了 今天的烧饼打得特别好 焦黄带翠的 我就买了两个 老咸菜你往买了 老咸菜我买它干什么 咱们家里那么多 行了 过来吃饭 娘 我想起我要买什么了 这两天下来果子了 街口那个果子店里 必定有新鲜的果子 我去买点尝尝啊 哪有早上买果子的 这早上果子最贵了 得晚上去买 到时候它卖不出去了 才便宜呢 慧如啊 咱不是富贵人家 哪吃得起枣果子啊 娘 我去买两个新鲜的 尝尝先 慧如 夏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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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三个起来 不必了 慧如 你怎么了 我闭着眼睛呢 咱们是在去一个很远地方的路上 我们早在 这是牛仙 这是驴仙 看看 看点 你这卖菜的不张一儿 这是仙姐众神在吵架呢 你说你这人啊 怎么着 我这车罐子都破了 你赔了去吗 怎么着 我想打架你啊 你怎么着 我还都过来 还没让你赔我呢 慧如 你看我这菜 你看看我的罐子都破了 你干嘛你 你赔我的罐子 我就不赔你 你怎么着吗 你赔得起吗你 我赔了 我就不赔你 怎么着 你怎么着 两位神仙 你们炒个什么劲啊 神仙 你们是神仙 难道你们不知道吗 不知道 你是卖菜的菜神仙 你是推车的车神仙 懂了吗 这打哪儿来的疯丫头啊 很快 岳阳 愿巍慢走 好 imposible 二位 你放起来啊 来来来 干啥 抱抱啊 哪儿 好 来 坐 伙计 两位客官 我们两个人每人一碗豆浆 一套油炸滚 一套烧饼 一笼屉包子 一碟老闲菜 赵公子 你来了 来来来 你会平常 每人这么多 吃得了吗 我这个人呢 开心的时候我要大吃 不开心的时候 也要大吃 是此哥父没有烧饼油条 更能舒缓 这可是 大家才能说出来的话 比如禅宗宫案里 有人问老和尚 如何是佛祖西来义 老和尚当头一鹤 吃茶去 原来至性至情 是根本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 下打 我倒想你 其实听 matter teenager 你可能ый 好吃 你吃吧 我有不饿 你吃 好好吃吧 不爱吃烧饼 还是给你吃吧 怎么样 还是你吃吧 我不吃 你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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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吃 我来吃 这位爷 那两口在 让他们吃吧 让我来喝 得嘞 来 到家了 我来吃 我去 morning 我来来 你吃吧 我来 你吃吧 我来śl�我来 送我来 就不行 你走 你走 我来 吃吧 你这个人真是个闷葫芦 今天外面天气那么好 还不出去走走 岂有此理 你是封也惯了的 我可不喜欢到处封去 怎么了 你出门捡到一个大京元宝啊 乐成这个样子 俗人 就不可以谈性情啊 我是不会谈性情 我天天只知道针头线脑 吃喝拉萨 所以啊 你好可怜 我可怜 我是可怜 我天天只为别人忙 为别人跑 连我自己的衣服穿破了 也都不知道 要不是丁香提醒我 我还不知道呢 怎么样 那件事说妥了吗 你说这件事 我倒要说说了 慧如 你知道这件事 有多麻烦吗 傅茶家的本事 我知道 这只是小事一件嘛 慧如 这你就不懂了 傅茶家是世代公卿 在顺天府和各衙门里 门声顾旧也多 但是这件事 可抱阿玛吓坏了 我知道 这事跟宫里连着呢 对 请 父老爷 这事也就是您整了嘴 要不然换了别人 就是王爷爷不行 成情志志 我懂这个 那就请大姑过来吧 请大姑吧 是 请用茶 好 那人来了吧 大姑 长顺来了 老爷请您过去 我马上过去 是 对儿 要是为难 那就算了 没关系 我既然已经答应了您 就再不会后悔 阿玛 大姑 来来来 奴才给您问安了 坐坐 坐 灯儿 这位是 奴才从前是家里的奴才 后来老爷推荐做了笔贴事 现在在内务府里任着差事 那件事 大姑 我刚和老爷说了 这件事关系极大 我可以让你的朋友去看 可是不能生长 不能让人知道 而且还不能待太久 要不然的话 不是差事的问题 怕是有人要掉脑袋 知道了 我必定告诉他们 那我先过去了 多多拜托 慧如 你都听清楚了吧 您是长顺吧 您是四阿哥 不必不必 我从前是四阿哥 现在不是了 麻烦您了 夫老爷吩咐的事 奴才没法子不办 可是四阿哥您也知道 这事重大 我该说的嘱咐过了 那好 咱们就快出发吧 是 坐 坐 这是我家老主子 想进去看看孩子 嗯 十三 二 喂 喂 慧如姐姐 四阿哥 你们怎么才来看我呢 四叔 四丫头 小丫头 你们好 不是 姐姐 我想死你了 四丫头 你们在这儿过得好不好 住得好 吃得好 什么都好 嗯 就是不能出去玩 只能在这院子里玩 都玩了好多遍了 哪有东西 不行 不想四哥 我还想出去玩 说话了啊 早也不是不能出去玩 是也担不起这干系 事情太大了 出去之后啊 真出了点事 那麻烦可就大了 四哥 你让我谈一下班 这是你欠我的 对 是你欠你的 对 是我欠你的 来吧 来吧 哎呀 哦 看得好 哎 小狗子啊 我听三丫头说 你们到了这儿 哪儿都没去过 这儿的人 对我们都很好 就是大墓外头是什么样 我们都没见过 是啊 是啊 四哥 哎 今天有庙会是不是 这个我倒不知道 怎么着 你们只说过来看看他们 是啊 我是说来看看他们 可是他们到了京城 哪儿也没去过 我倒觉得他们应该出去看一看 慧如 这可不是开玩笑的 来看他们已经是天大的事了 还要带他们出去 我也是这么想的 太好了 四哥带我们东西玩了 太好了 我要买图花 我要买木头刀枪 倒不是我托的 龙姐姐 这儿是什么 廖会 我能做得了让你们来看的主 做不了带人出去玩的主 你们别想了 端儿啊 难道你真的是铁座的心 石头雕的肺啊 就出去玩一次 你们这次带他们出去了 难道他们得了好 就不会再闹着出去了 再闹着出去 我们当然不会再从你们这儿想办法了 大姑 你就想想办法吧 长顺 你刚也听到了吧 大姑 大姑 佛刀架是我的老主子 您说什么我当然无有不足 可是大姑 您得给奴才留条命 奴才一家 还靠着奴才的钱量吃饭呢 大姑 我求你了 我求你了 好 我懂你的意思了 反正今天我就是不讲理了 就让他们出去 您非这么说 我照做 可是我 出了事 算到我头上 不认识 大姑 您为了这俩朋友 简直就要奴才的命吗 拜托了 好吧 你们带着出去吧 你们带着出去吧 可是要记住了 太阳落身之前必须回来 否则 您就放心吧 要想拐走他们 还要等到今天呢 大姑 您放心 我们知道神前 大姑 你都吃完了 走 来来来 快走 都出来了 够了 好了好了 来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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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顺 如果有什么事 你拿我顶帐就是了 大姑 这谁都知道 真出了事 就不是一颗脑袋 能顶帐的了 慧如 四阿哥 你们也都听到了吧 我知道 我懂了 你看这马的眼睛多大呀 我就在这儿等着 等你们回来 打得多了 你看 对儿 你就放心吧 到时候肯定会回来的 你就放心吧 你赶车 别忘了停在显眼的地方 回头他们回来 别找不着 大姑您就放心吧 快走 别闹 别闹 上 包子 来 包子 来 来 来 好嘞 回来 来 驾 再 来 来 来 驾 包子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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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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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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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一块来到这条街了 好了 好 走 走 去 出了伞